但是呢今天我还想重点讲讲一个传奇任务 传奇大提醒家王剑 我的顶级名校呀 对咱们国人的普及度还是挺高的 几乎每个人都可以张口就来 哈佛耶鲁斯坦夫马尚理工 那这样的顶级名校对我们音乐生 它的机会在哪里呢 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的是 耶鲁大学是常青藤盟校当中 唯一一所有音乐学院的 而且耶鲁大学作为综合大学 它也是有音乐系的 我先跟大家讲讲这两者的区别 耶鲁音乐系是隶属于艺术与科学学院的 提供艺术学位和哲学博士学位 是以呢学术课程为主的 而音乐学院呢是以表演实践为主的 包括了声乐钢琴 作曲指挥等很多专业 所以呢他们的就业方向也不同 音乐系呢培养的是艺术管理方面的人才 而耶鲁音乐学院培养的就是表演艺术家 作为一所顶级名校 耶鲁当然有很多的大楼很多好的音乐厅 但是呢今天我还想重点讲讲一个传奇人物 就是耶鲁大学的资深学者 传奇大提醒家王剑 这个名字学音乐同学也是如雷挂耳非常熟悉的 之所以说他传奇啊 是因为一样乐器 一个音乐家 再加上一个生命中的贵人 才成就了他今天国际级大提前演奏家的命运 王剑呢他出生于一个音乐师家 随父亲从西安来到了上海学音乐 十岁是很偶然的一个机会 被通知给斯特恩拉琴听 当时呢他问老师斯特恩是谁 老师回答他我也不知道 就是这么幸运的一次偶然 他给享誉世界的美国小提琴演奏家 斯特恩拉了一次琴 被拍成了从毛泽东到莫扎特 艾萨克斯特恩在中国 这部纪录片并获得了奥斯卡的金像奖 在全世界广为放映 让广大音乐爱好者认识了小小的王剑 其中就有华人企业家林寿荣 就是他成为了王剑生命中的贵人 资助他赴美深造 王剑先后在耶鲁大学和朱利亚音乐学院进行学习 才一步步走上了世界最顶级的音乐殿堂 这就是这位耶鲁大学资深学者的传奇人生 所以因为王剑的存在 耶鲁大学对我们中国音乐生来说格外的亲切 如果能有幸进入这所音乐殿堂 成为这位传奇人物的学生 也真是一件三生有幸的事情 想要看这部纪录片 或者想报考这所音乐学院的同学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 我用评论区告诉我